爹 求求你 不用 一婚 现在就离 不要 生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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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秋 老秋 你不要带走我的孩子 你不就是要钱吗 拿了钱 赶紧 不休 妈妈 妈妈 不休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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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离开我 妈妈 妈妈 不要离开我 妈妈 妈妈 不要离开我 妈妈 妈妈 不要离开我 妈妈 终究是谁躲了我的心 是他 伤我失去之间 痛不欲生 是他毁了我的一切 不悲力 妹 mog过来 água 敍 赍 净 淀 明 十四名 今天我一定为你讨回公道 有犯人将不锁的警 发布会将在今晚六点准时直播 发布会将在今晚六点准时直播 不久啊 这十四年 爸爸一直暗中为你铺路 就是希望你能有一个璀璨光明的未来 现在 这是爸爸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我求我 你是爸爸的骄傲 我求我 我求 知道我为什么让你作为记忆读取的试用者吗 吃屁了 别假惺惺的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当年作恶时的嘴脸 你知道吗 其实你的病还有救 早在国外就有成功治疗的案例 如果按照这份诊疗出去治疗 你一定会努力 可我偏不给你 我就是想要你这个人渣 我常转当年我妈临终前的苦受挫摹 我去了 我 老师的也别动 你 不知道 今晚的直播将举事组和解都十分关注 听说你是担心家 从小跟在父亲身边长大 请问你研发这项高新技术 是受到了您父亲周前进一身上的启发吗 可以这么说 一开始是因为纠缠我十四年的恶梦 和这恶梦的源头 就是周前进 周前进虽然是我的父亲 但他家暴妻子 使我跟母亲苦肉分离 甚至做出一些违反的事 这十四年里 只要我与毕山远迹 就是血腥和暴露 今天 我必将揭露他种种罪行 想他熟知一方 周总 还有个问题 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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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请您冷静一下 今天的这场直播将备受注 您在这所说的每一句话 将载入手册 按您的意思是说 您将用这项技术 来审判你的父亲 没有谁比我更清楚 我现在在做什么 周前进他毁了我 我恨他 他不配为谁 更不配为父 我只知道周博士 又颜值又才华 真是没想到呀 这苦心故意的背后 建藏这么悲痛的过话 他竟然还家暴 呸 真不出东西 孟秋啊 我发自内心地同情你 接下来的记忆读取 可能会刺的 如果你受不了 请及时地叫听 郑老师 您播放吧 只有我今天 走出噩梦 战胜心魔 这项技术 在未来才可以换得 更多的效益 我宣布 记忆读取 正式开始 不 不要 钱金 我们还有孩子 不能离婚 钱金 你想想孩子 孟秋他还小 我们不能离婚啊 还敢骑孟秋 什么东西 我真不想 你女儿就是在造谣 她当真起义 她根本不知道当年的真相 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周孟秋好想让你 使用记忆读取 简直太不像话 周老师 您为了孟秋 冥冤十四年 我不会再让你 背负全世界的骂名 就算你醒来会怪我 我也一定要阻止 这场闹剧 加把短老婆已经算了 竟然还当着女儿 当面动手 武毒不食指啊 他连个畜生都不如 这才刚刚开始 这周博士就遭受了 这么大的心理撞伤 想一看这么多年来 这小小的周博士 你是怎么听过来的 孟秋 你还好吗 没事 我们继续往下看 不要打妈妈 钱金 钱金 我错了 求求你别在孩子面前发谎 我向你保证 我以后再也不赌了 我以后在家当个好老婆 哪儿也不去了 你拿什么给我保证 瞎着被你败光 讨债的三天两头上门 他妈的牌位都砸了 我怎么原谅你 还有 当着孩子的面 你就敢跟那个男人回婚 你疯了吧 他那么小 他懂什么呀 我只是犯了一个女人 都会犯的错误而已 你为什么一直揪着不放 你出去看看 哪家两口子 他不是僵住的不 闭嘴 这种谎也都说得出来 离婚吧 如果你还有那么一点点良之道 我劝你回头 钱金 你如果抛下我的话 我就 我就撕给你看 我求 走 不要 不要 妈妈 妈妈 不可能 妈妈绝对不会这样 所以 这才是周博士父母 离婚的隐情 要不是有记忆读取技术 揭露真相 不只是我们蒙在鼓里 这周钱金 要百倍地遭受蒙冤了 我看这都是李燕的错 他要不是出轨 赌博在先 那周钱金怎么能 会跟他离婚呢 这么说 周钱金还是个好人了 不 你们别被周钱金 这片面之词给骗了 李一航 我和妈妈一起生活 没有顶梁柱的孤儿寡母 本就容易挨欺负 但我万万没想到 把我和妈妈 往死里逼的人 就是周钱金 什么 这说好了好就好散 又把人往死里逼 这不就是表里不一的 畜生吗 亏我刚刚还以为 他是个好人 真让人恶心 那一天 看什么看 可以卖个血 就是 明天的野种 我不是 你就是 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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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胡说什么呢 再胡说 我撕了你的嘴 走 我们回家 莫秋 你先回房间 妈妈来注意 你 你怎么在这 别吃 这母鸡俩 一起生活 已经够不容易的了 那现在周钱金 还须着人报告 这简直 就是置周博士 于死地啊 孩子总是无辜的 他这么做 简直就不是个东西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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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死 孟秋 周钱金 当初说好的 孩子归火 周钱金 孟秋是我的命 你要是现在带走他 我就死在你面前 那你现在就死 我犯女儿要装了什么时候 啊 两位大哥 求求你们 再给我两天时间 我一定能筹到钱的 筹钱 你说你连裤衩子都不是了 你拿什么筹啊 我女儿 我女儿很值钱的 我已经找好买家了 只要把他卖出去 我们就有钱了 执迷不安 不信不改 要不是我今天及时赶到 你是打算把孟秋交给买主 还是那群泼游戏呢 是又怎么样 我都快被逼死了 我哪还有心情管他死活呀 他是我女儿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就是他的命 卖你还债 还以为李烟是个好妈妈 没想到 这么让你丧心病狂 幸亏周钱金进来了 要不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怎么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郑老师 您这个记忆读取会会出现错乱的可能吗 虽然是首次发布 但我们已经进行了无数次的计算实践 就算是当事人不在画面中 画面呢 也可以正常地呈现 作为研究所的股东 我可以郑重地给大家承诺 读取记忆 绝无错误的可能 不愧是高线技术啊 不愧是京海天山团队精致出品啊 郑老师既然都这么说了 那看来刚刚的画面 绝不可能出错 无女联系 单凭一张字句 又怎么能证明我们二三卖女还站 而且周钱金都看似在救我 实际上 她就是为了不留痕迹地毁了我 十四年来 我没看到这道爸 就能想起当年的事情 当年 我妈就是惨死在周钱 进那个混蛋的手里 什么 这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讲啊 周博士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万众瞩目 我没有理由在这里撒谎 周钱金远比小县中还有很多 这十四年来 每天晚上 我只要一闭上眼 眼前就是我妈妈 残死死不瞑目的画面 这是我这辈子都会知不去的阴影 杀人了 周先生杀人了杀人了 杀人了 太好了妈妈有救了 妈 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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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网络都被刷屏了 赶紧控制云了 不 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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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抓起来 快 莫秋 怎么样 大潮即将得报 快一等起 这一天 我已经等得太久 周梦秋 周国士 鉴于你今日的直播内容 以及巨大轰动 我们即将对周前进 实行扣押审问 一旦核实 周前进 当负一切刑法责任 请您立刻考虑视频 作为我前去抓捕周前进的佐证 不过莫秋 接下来的画面 过于血腥 你是当事人 可以选择回避 不必了 在过去的十四年里 我已经重复了 五千一百一十次 这样的画面 我已不再惧怕 爸爸 医生说 妈妈再过几个日 就要去很远的地方了 爸爸 我不想让妈妈去很远的地方 我想永远和妈妈在一起 爸爸 你可不可以救救妈妈 爸爸 救救妈妈吧 爸爸 救救你了 爸爸 救救妈妈妈吧 你在说什么 是不是她叫女傅了 爸爸 你又疼我了 梦秋 医生刚刚说 给你妈妈拿了新的药 你快去拿吧 提后 快去 是你逼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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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她 杀人朝令 周千健就应该去死 去死 你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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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周千健真的杀了李彦了 李彦可是他的妻子 是周博士的亲生母亲呢 夫妻本是统领鸟 大难临头 个子飞 何况 他们已经不是夫妻了 周千健 他就是不想承担李彦的医疗费用 又面临女儿的欺求 于是 就犯了杀人的念头 一了百了 女儿还那么小 周千健 他简直就是社会的败类人渣 当年 周千健在十岁的我面前 拿了我妈妈的氧气管 使我妈妈不治而亡 而我 也永远地失去了母亲的呵护与温情 这些年 我每每想起 她噩梦不断 生波如死 而这一切的源头 就是周千健 周博士的遭遇 真是另一类东西 不敢想象 如果不是周博士聪慧过人 研制出了记忆读取的新技术 这周千健 还要选择法外多久啊 现在既然旧案已经囚犯 叶燕的死亡真相也浮出了水面 我建议周千健就应该偿命 我建议周千健就应该偿命 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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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畜生 这种混蛋 就该去死 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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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就是这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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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杀了他 杀了他 快快 杀了他 快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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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走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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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废物怎么看着门 我嫌你们马上把大清清理干净 你怎么这样看着 我就是要看看 你这样的人到底有没有心 我今天来不为别人 就为了帮你们的审判对象 周前进 挤情冤屈 挤情冤屈 我看你是胡说八道 在座的各位都看到了 他就是一个杀人犯 怎么 你想见到黑白吗 处在那里干什么 赶紧动手 挤情 可是全球直播 等一下 你到底是什么人 凭什么当着全球直播的面 为周前进这个杀人凶手变范 张老师他不是杀人凶手 他是这个世界上 最亲切的老师 更是最稳案的父亲 我亲眼看着他忍受了十四年的妈妈误会 这世界上所有人都可以诋毁他 只有你 周梦秋 你不可以 他惨无人道地杀害了我的母亲 毁了我的一生 你竟然称赞他毁难 还以为你有什么证据 原来就是个冷眼旁观的蒸眼瞎 这些年周博士受了很多的非人痛苦 你凭什么站到道德制高点 去评判周博士的对错 我没有 你 是不是 我没有 周老师不可能杀人 也不会杀人 你说没有就没有 孟秋亲眼所见 再加上记忆读取画面周前进 杀人证据确凿 还有什么可狡辩的 就是 你在这胡椒蛮上什么 赶紧离开 否则就将你社会同盟一起赚钱 你在这不分清白 为周前进变本 你是有什么证据 能证明他的清白吗 你不知廉耻地站在周前进那边为他辩白 是有什么证据 能证明他的清白吗 不行 我不能说 看来就是没有了 今天是全球直播 你在这里无事生非 我本可以将你丢出去 可既然你发出了质疑 为了不影响记忆读取技术的使用 我就让你死个明白 真相 有苦难和伤痛组成 而真相 都是周前进所造成的 不是这样的 周沐秋 你的父亲很伟大 你不能这么说他 更不能在这里审判他 你到底是什么人 在这里 遗致一个受害者的情术 是啊 他到底是谁 他就是想借此蹭热度的跟风狗 什么回事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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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蹭热度 我张青不需要 什么 张青 张青 你 你就是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 仅凭三散就把金融圈玩的 云端穿巷 还差点引发金融危机的张青 简直是可笑啊 啊 杂谎都不带打逃狗的 哈哈 闹了半天 是个骗子 哈哈哈哈 是 是 感情浪费我们这么多时间 原来就是在这里听他瞎扯 不用再多说了 立刻提取记忆话呢 为抓捕周前进 索证 不行 真的不行 你会为你现在的遗孤行付出代价的 我的确要为我有一个杀人夫妻而付出代价 但只要能还我妈妈清白 被鱼龙攻击 那是我的命令 你要干什么 我都要死了 你还要干什么 怎么黑屏了 哎对啊 哎哎快看又有了又有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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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妈 有救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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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不要离开我 妈妈不要离开我 妈妈 果然不出事了 周青进就是个杀人犯 哎 郑老师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知道您是研究所的骨盾 也是这方面的专家 刚才在记忆读取的时候 出现了一段回评我们没有看到 我们有没有可能会漏掉下什么 虽然出现了黑屏 但连接前一后果 不难猜到这段内容 就是周前进杀人的真相 可能这段呢过于血腥 今天的直播关注度特别高 怕引起不良的影响 第三方平台的工作人员 自动帮我们省略了 这样说来 我们几乎可以取证 周前进就是杀人犯了 正义或许会迟到 但绝不会缺席 既然证据确凿 我们现在就动身前往医院 对周前进实施抓捕 不许去 只是联系嫌疑后果 并不能证明周老师就是杀人凶手 你们不许去 民完不灵 周前进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 才让你这么报名 你知不知道 保庇罪犯当同罪处理 我没有保庇罪犯 我敢发誓 周老师绝对不是杀人凶手 你的誓言 都算得了什么 凭什么替周前进那个杀人犯担保 让开 就凭我是当时的目击者 你说什么 你是当年的目击者 我 我爱你 我爱你 莫冲 周老师 你怎么了 你受伤了 我没事 你去看看孟秋 没事 我刚才让护士看见他了 倒是你 真的不打算告诉他 李燕的真实死因吗 你在胡说什么 我没有胡说 我刚才看到了 是孟秋 间接害死了李燕 你刚刚说你是当年的目击者 你告诉我 当时都发生了什么 你说你是目击者 你说你是目击者 可是画面当中怎么没有显示 难道记忆提取出现了误差 不可能 我花了五个亿 给记忆提取 多了无数次模拟实践 提取画面 绝对不会出现错误 你说话 你说话 当时我妈妈她是怎么死的 那你愣着干嘛你说话呀 那你愣着干嘛你说话呀 我没有胡说 我刚才看到了 是孟秋 间接害死了李燕 你在说什么 你到底是什么了 老师 您不应该为你的女儿 承担最份罪责 闭嘴 小长 我平时对你怎么样 如兄一师 恩重如善 那你就帮我保释个秘密 谁也不许说 听到了吗 你说话呀 他什么都没看见 不是你真是个疯女人 你在这耍着玩呢 这种不要脸的女人 还站在这干嘛 滚出去 滚出去 喂 怎么会这样 我知道了 你稳住 你会后悔的 难道当年的事情 另有隐情 前方女人 终于走了 一本正经的 还以为要揭开多大的秘密呢 没想到 就这么走了 与其听他胡说八道 我更远相信眼见为实 要我说呀 这个李漾啊 就是这个周前进害死的 没错 人赃俱祸 各位 既然闹事者已经离开 我也该去招捕罪犯了 孟秋啊 你放心 有了这项证据 一定是会为你妈妈 操红一个公道 患者意识大事 出现实诈 心脏电机起泡准备 电机心脏起泡细备 准备就绪 左右三百二十多 军军 都怪属下看管不利 才让那些狂徒闯了进来 杀害了周先生 如今正在抢救 医生说 不要胡说 老师不会有事的 一定不会有事的 你们来干什么 公民老而行 请你让他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老师不是杀人犯 这话跟我说着 我们只是禀公而行 等一下 李指挥 周老师现在已经顺便权位 你现在带走他 就是要他的命啊 我知道 你们立家 也有人在接近武施 只要你肯放我们老师一条生物 不敢绑证让你们立家盈利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放老鼠操 我是违法的 反显以我知法犯骨 做梦 人赃俱祸 只要等立兵长抓住凶手周前进 周博士的母亲 就终于可以明目了 是啊 李彦等这次公道 等了十四年 她一定会在天上 好好保护着周博士的 我的妈妈 虽然算不上一位好妻子 但她一定是一位好母亲 如果她还在的话 看到我如今的成就 一定会为之欣慰的 可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而她也再也看不到现在的一切 而这一切的罪悔扩 就是周前进 只有戳捕周前进入狱 我的妈妈 才能真正的解脱 赵总 周博士 刚刚的黑瓶通过审核 得知是记忆读取出现了问题 赵总 周博士 刚刚的黑瓶通过审核 得知是记忆读取出现了问题 这是什么意思啊 郑老师不是说 绝对不会出现误差的吗 到底怎么回事 你好好说 刚刚突然黑瓶 是记忆读取检查仪器 检查到适用者生命除微 触发了保护机制 终止了这段记忆读取 要想带我老师走 除非从我的身体上踏过 真是麻烦 什么 不到你 这 得罪了 撤罪了 医生 现在什么情况 身前患者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需要继续多元管打开 太好了 谢谢医生 那也就是说 刚刚出现的那个黑瓶 并不是因为血腥而被被避 那更不能证明周全静就是杀人凶手了 你刚刚说什么 信用者生命垂危 那既然不能证明周全静就是凶手 那我们是不是以保护好行业人的生命安全呢 是啊 万一他是有无垢的呢 大家放心 在真相大白之前 周全静的生命安全 一定可以得到保障的 对了 我们后台在检查这段记忆的时候 发现周全静十四年前 脑部曾有过创伤 要想将这段记忆检查出来 恐怕还需要一点时间 这么大的事你怎么才说 好了好了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就尽量地去应对 哎 对了莫秋 你父亲脑部受伤的事情 你知道吗 他脑部受伤和妈妈的死 会不会有什么连续 据专家分析 人在做极端行为的时候 头脑是不清晰的 是不是因为这次他的受伤 再加上李燕对家庭的背叛 才造成了周全静 起了杀人动机呢 很有可能啊 这周全静的剥离倾向 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 周全静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我要你们继续调取他的记忆 用最快的速度 破译刚才黑屏的内容 是 周全静 不管你出于什么原因 伤害我的妈妈 我都会不惜一切将你绳治一发 周博士有这样一个恶毒的父亲 却还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 真是不容易 其实我小的时候 最想成为一名画家 我想用画皮 留住妈妈温柔的样子 你只有在画画的时候 我才觉得是自由的 可这一切 都被周全静那个恶魔给毁了 我不要让你本学会 是真的 我问你 那你维护得到吗 你太烦了 我看你 你看我 我我看你 走 天啊 这眼神 满怀期待地得到父亲的夸奖 最后被见他 真是可怜 一夜 失去母亲 这些打击 本来就对孩子造成 不可逆的心理创伤 这个周千金 竟然不顾周博士小时候的喜好 简直是不配人父啊 哎 孟秋 我记得有一次谈心 你告诉我 你的遗憾就是 没能当画家 难道你的遗憾 是周千金 给你造成的 没错 我画的每一幅画 都是对妈妈的思念 可她为了让我忘记妈妈 忘记对她的仇恨 她从来不把我的天赋 放在眼里 甚至 不惜毁了我的孟秋 什么 这 周千金 她自然暴力 但目前 没有伤害到女儿的心象 难道是 李燕死后 她把暴力倾向 都转移到女儿的心上了 当年我的绘画作品 在省里获得了一等奖 经媒体报道后 民生大早 国内各界的大师 就连易先生 都看中我 想要受我为徒 易先生 可是国家一级大师 传闻 他从不轻易收徒 被他这样专业的人士看中 那可是八辈子 修来的福气呀 我认识秋月的时候 她才十一岁 虽然没经过系统的学习 但是很有灵气 要是加以培训 她的成就 绝不逊于我 可惜呀 你我咱师徒 缘分浅哪 能得到易先生的青睐 我很荣幸 快只能怪我的父亲 周浅金 他只想牢牢地 把我掌控在他的身边 是让我活得像个傀儡 是让我生生地 错过了改变命运 实现梦想的唯一机会 易先生 前面就是梦秋同学的家了 这次您亲自到访 我相信 周浅金一定会同意的 嗯 赶紧吧 我呀 不想错过这个好苗子 走 诶 在那 墨秋爸爸 可算找到您了 说我干什么 是这样的 上次墨秋同学的作品获奖 引来了一大批 精力学者的关注 大家都一直认为 墨秋是个天赋异禀的 好苗子 这不 您上次见过的 博化大师义先生 这次记得呗 就是想说墨秋为徒 周先生 我们又见面了 墨秋上次参赛的作品 我已经送到国外去参赛了 好几个评委 对以高度的评价 不客气地说 墨秋 让我稍加回训 那可就是下一个达芬奇 你呀 有这么天才的女儿 可千万不要耽误了呀 朱先生 你这是干什么 滚 什么狗屁你先生 我告诉你啊 我绝对不会让你带走我女儿 这 朱先生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还不管是吧 朱先生 你疯了 你闭嘴 朱先生 这没你说话 闻不玩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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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丘 刚才的事 你是坏人 我恨你 莫丘 这个周情敬 简直太可恶了 就算他不会自己考虑 他总该为孩子考虑考虑吧 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啊 像他这种毫无人性的暴力分子 你指望他考虑什么呀 一个杀人凶手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你们不觉得奇怪 按理说 这个周前进他毫无人性 他刚替李彦还了债 已经身无分文 他又把周博士送到了 国华大师那里去深造 这是对他唯一有意义的事 他怎么会不同意 反而会大打出手呢 没错 这不符合逻辑啊 易先生 你们之前 是不是发生过什么矛盾啊 说话说 得罪君子也不能得罪小人 他这样的人我敢得罪吗 这就有奇特怪了 这周全进完全没有打人的动机啊 易先生 您再仔细想想 在这之前 我就见过他一次 那是在周博士绘画获奖的当天 我求真棒 回去爸爸给你做牌子汤好不好 好 莫秋爸爸好手艺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我们的份 当然 随时会 这位是 这是易先生 比赛主办方 国际大师 非常烫我们梦秋 嗯 梦秋 天赋异禀 我想有意地培养他 周先生 不知道你 愿意不愿意 把女儿交给 您说 您想培养他 就凭梦秋的天赋 稍加回训 未来 一定能成大器 不过目前 国内的教育是挺运功的 还需要出国 爸爸我想学 照这么说的话 那周全静已经打算成全女了 可是后来怎么又会 对易先生动手呢 哎 易先生 你再仔细想想 你和周全静 在此之前 有没有发生过 什么交际 你没注意到 没有 真的没有 刚刚得到消息 周全静的记忆读取 可以正常运行 这一切的疑点 就让记忆读取 给我们警示吧 王老师说了 只要我画满一百幅妈妈 就可以见到妈妈 妈妈 我好想你 所以 你根本就没打算 这些别样的 只是把它当成 你扩大影响力的工具 天赋确实有 但 教会徒弟恶的师父 我总不能给自己添补了 我总不能给自己添补了 她的身世那么凄惨 受了她名誉身价 一起涨 那么多媒体看上了 不需要点真功夫 也不行 说过她真的成功了 怎么办 所以 带她出国 成功了 就看了她的手 天才跌落神坛 老师细心指导 甚过亲生负气 想想 都觉得感人 哎呀 大师 我就说嘛 一个人在没有任何的动机情况下 会对另外一个人动手 原来 周前进是看到的 你一大师的阴谋 亏你还是什么大师 骗子大师 幸亏周博士们给你去国外了 要不然后果不可设想 丁先生 我一向敬你如长辈 你今心怀鬼胎 还想毁了我 我也是鬼没心窍 才这么想的 我想周博士道歉 这虽然我有错 可不见得 周前进 纯粹是为了周博士的安全 才把我赶跑的 事后 我也听说了 周博士的手 都被砸乱了 再也不能 拿画笔了 什么 就算不能为他画画赚钱 那也他不应该 这么糟蹋自己的 亲生女儿吧 对呀 是什么原因 让他下手这么狠啊 莫秋 这是真的吗 没错 就在赶走 我一先生之后 周前进觉得我没有了利用价值 面对生活的压力 他开始酗酒逃避 甚至 不惜对我痛下杀手 虎毒还不食子 他杀了孩子的妈妈还不够 竟然连自己的亲生女儿 也不放过 这样是幽默狗活于世 简直是天理不容 天理不容 天理不容 孟秋 睡了吗 孟秋 孟秋 开门 第99章 再画一章 就能见到妈妈了 孟秋 我们打开 孟秋 孟秋 孟 리 爸爸你要干什么 根本 他 他真的要杀死自己的亲生女儿 四伯 Full 就是一个诗恶国上的恶物 自不足惜 真的不敢想象 年月的孟秋 是怎么逃过这一劫的 别动我女儿 把脑放开 谁派你来的 少废话 赶快放我走 否则 我弄死他 少废话 赶快放我走 否则 我弄死他 好 少不了你 孟秋 孟秋 怎么会这样 原来周梦秋的手 根本不是被周前进手伤 原来 是那个黑衣人误伤的 那个黑衣人 还卑鄙地把 周梦秋给迷晕了 还用周梦秋 赖索要挟要离开 真是处心积虑啊 照这样看来 这个周前进拿刀踩门 看的样子像杀人 实际上他是在保护自己的女儿 可是那个黑衣人究竟是谁啊 对 潜入周家的逮徒 对孟秋下手 孟秋 他是你家的债主吗 不可能 我家的债 早在我妈妈去世 当天就还完了 不可能有债主在上门讨债 竟然是这样 凶手 只有一种可能 叶先生 你要去哪儿 原来是你 周先生根本不同意把周博士交给你炒作 给你增加热度 你还想绑架拐贷周博士 亏你是什么古化大师 原来你就是一个人面受心的衣冠禽兽而已 要不是你 周博士的手怎么都坏 你这种人 就能受到监狱虚罪 不说 我怎么会干闹个事呢 你 既然不承认 那就查 查查你这十四年来 究竟能干了些什么 不 不要 你听我解释 孟秋 周博士 我当时就是鬼迷心窍才动了歪心死 这些年 我一直很愧疚啊 你犯错就是犯错 你还狡辩什么 今天 我不会放过任何一名罪犯 我想请问你 拐贷未遂 判刑吗 当然 你 任何刑事 企图幼老拐贷父女儿童未遂者 都将判出十年之内 有妻同心 你 你 这 你 你没话是吧 啊 周老师 原来孟秋的手 当年是这么伤的 而这个法外出途 居然让你蒙罪这么多年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来人 张总有何吩咐 这个姓义的 三年前九月进入股市 靠着一只股赚得盆满钵满 我要你们三分钟之内 无计计切代价 架空他 我要让他破产 好的张总 哎呀 这世界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还折腾有啥意思啊 您放心 我一定会奉陪到底 直到把你送进监狱 你 看 还想黄毛丫头 你 哎 什么 怎么会这样 这股市不一直好好的吗 现在我们怀疑是有人故意跟我们作对 谁 赶快查 查出来 我饶不了他 易董 如今纵横整个金融市场 能和咱们作对的 恐怕只有那个人 你是说 竞争巨头张青 赶快找人联系 张总神龙坚守不见尾 我 我也无能为力 你 喂 我养你们吃白饭的 啊 哎 完了 完了 哎 喂 我是张青 喂 张总啊 哎呀 你总算给我打电话了 张总 也不知啥事 把你得罪了 你看把你气得 连我这的家当都给我掀了呀 张总啊 没那么严重 你不是还剩点雇佣资产吗 继续不认罪 我会让这些东西 乃至你的一切都变成泡沫 化为乌子 我给你一分钟时间考虑 这 不好了 易董 公司的经验断了 李中平你疯了 送哪张你让他不行 送我这张 医疗费交不上 也联系不上你 你妈不行了 哎呀张总 张总 我求求你啊 张总啊张总 我求求你了 饶 你当时看下抛天罪行的时候 怎么没想过饶别人 我现在给你十秒钟时间 如果在直播画面里 没有看到你认罪 你的妻子跟儿子 都会受到牵连 十 九 我认罪 周老师 我一定会换为你清白 当年的真相已经被解开 罪魁祸首 易先生已经被逮捕 真是大坏人心 所以 周前进 并非是一个 失恶不舍的大坏人 也许这一切 另有隐气 不 易先生 虽然对我造成了 一定的伤害 可毁掉我人生的真寻 仍然是我的父亲周前进 十四年前 婚姻受伤 而拿不起画笔 抑郁成绩 那是我最需要 被关心的时候 可周前进 他非但没有关心我 反而剥夺了 我受教育的权利 将我囚禁宰家 生不如死 什么 他好手好脚地 不去工作赚钱 竟然让自己的女儿辍学 这还是人吗 继续吧 今晚 我一定要亲手揭露他的罪行 孟秋一直曾经有意 这么小的退学 你这不是毁了他吗 你再想想 不用考虑了 现在已经进不允许 对不起了 我们走 我不要回家 我要上学 孟秋吧 孟秋吧 你不能把孩子来走啊 你要抢银带口是违法的 孟秋是我女 跟你关系 走 孩子还那么小 不上学那干什么 他这是想把孩子折磨到死啊 我这辈子 都不会忘记他的罪行 我还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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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一会儿又把伤痛弄到了 出去 妈妈 我好想你啊 她简直就是丧心病狂 在学校那副样子 是不是还想对校长动手 这要是我呀 不是说杂国卖铁 要跟我唯一的女儿去上学呀 孟秋 按照规定 你那时候 不应该收学费啊 你的父亲 是因为经济强化 让你退学的吗 是啊 周老师 难道这里边还有什么别的隐情 我倒是也希望 还会有其他的原因 可自从我错学回家之后 我所经历的装装剑剑 都在告诉我 我的父亲周前进 他就是一个自私的人 继续读取吧 今天开讲的数字是 18 7 17 28 怎么还不睡觉 赶紧睡 爸爸 爸爸你不要走 我还怕 怕什么 门我会锁好的 我出去有一回 爸爸你不要帮我 坐在这里 爸爸 小孩子也太可怜了 这大晚上的 周前进 这这究竟要去哪儿了 这是 还能去哪儿 不是去买酒 就是去买彩票 总之他没干过一件正经的事 这家里边没钱 孩子被迫辍学在家 不出去工作赚钱 改变现状 整天的喝酒买彩票 把唯一的女儿锁在家里边 她简直就不是个人 真不是个东西 真不是个东西 不是个东西 你看看 等等 麻烦后台 把画面 后退一分钟 停 画面放大 如果 我没有看错的话 这是金字塔计算公式 什么是金字塔计算公式 据我所知 金字塔计算方式 就是一种彩票 中奖数字的一种辅助方式 难道是他想要通过买彩票 来改变生活现状 也许 他并不是我们所看到 那样一无是处 金字塔计算方式 的确能够推散出 彩票的中奖概率 但他不能预测到 彩票的数字 况且呢 就凭他 很难计算出 正确的结果 要是 真的真心养活女儿 就不会 一心扑在这 媒体的事上了 他就是一个 废物 烟客酒鬼 开门中奖 我都成了首富了 可惜 这样的道理 他却不懂 他开始痴迷买彩票 一开始 只是在加买一些彩票 可后面 就发展成彻夜不归的地步 今天开奖的数字号码 是05 11 22 29 32 篮球号码10 11 恭喜中奖的朋友 诶 等一下 大哥 你别误会 我没有恶意 我就是想问一下你 你买彩票的秘诀是什么 我有事 先回家 诶 等一下 其实我注意你很久了 你每次过来买彩票的时候 都会带着随板数字小本子 我想知道 这个小本子里面写的是什么呀 你讲干什么 大哥 你放心 我不会说出去的 我是金海大学救护系的学生 家里穷 奶奶还都来症 要不然 我是不会买彩票的 大哥 求求你帮帮我 告诉我吧 东西在本子上 能看到我就自己学 看不懂 也别找我 谢谢 去帮 天哪 他居然把金融学 最高深的部分 偷袭得这么简单透彻 什么 周浅浅竟然买彩票 真的中奖了 还是一等奖 我还真是小瞧了他 据我所知 那个年代的双色球一等奖 最低也得十万块钱 他一下有了这么多钱 周博士的家庭可算有了好转 这样 周博士也可以继续上学了 可惜 从事之中 我没见过他往家里拿一份钱 这怎么可能呢 这么多钱 不给女儿给谁啊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像他这种喝酒抽烟的暴力费子 突发横台 只会报不起消费 没错 否则 就不会连我的医药费都掏不出来 自从他迷上了彩票开始 就把我关在家里 那一次 我摔倒在家 要不是李校长家坊来救了我 恐怕我那个时候就已经死了 你们啥 你和我肯定吗 有人吗 不 aren 现穴 孟秋 将孩子锁在家中不闻不问 自己拿着钱出去逍遥快活 这个周前进 简直自私到了这种地步 这一个孩子 饱受刺症折磨 真是可怜哪 孟秋 孩子刚睡着 要睡啊 我都交清了 你不用担心 这钱会还给你的 孟秋爸爸 其实你的困难 大家可以帮助解决 用不着 我和孟秋的事情 不用你 走 孟秋 回去 你求爸爸 这个孩子不能动 他还要坐一位呢 这周前进 也太不是人了吧 对啊 这连住院费都拿不出来 要不是廖老师帮忙 现在孩子不知怎么样了 我看呀 他就是一个拍眼狼 哎 你们不觉得可疑吗 怎么了 这个周前进 虽有暴力情形 可是他为什么 对李校长的位置 会这么大呢 还能以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人性 不会的 没有人会 无缘无故 对一个陌生人 产生恶意 这其中 一定另有阴情 周老师 要是我当年知道 你连给孩子 交医药费的钱都没有 我是绝对 不会要你钱的 哎 孟秋 送上所述 你知道 周前进 和李校长 产生恶意的原因 是什么 在我妈妈去世之前 学校开展的 各项亲子活动 都是由我妈妈 亲自参加的 我的父亲周前进 在我退学之前 从未见过李校长 李校长 人品贵重 姓李天下 如果非要揪气原因的话 这个原因 只能在周前进 他自身 李校长 人品贵重 姓李天下 如果非要揪气原因的话 这个原因 只能在周前进 他自身 李校长 你是当年的当事人 他到底不和那样 对你 还纠结什么 周前进的亲女儿 都说了 这就是周前进的问题 其实啊 当年的事情 也不能怪他 不过啊 我也是后来 才知道原因 哎 那就奇怪了 一个人 怎么会对 人人称赞的好人 产生恶意呢 周保舍 曾老师 周前进的 记忆抛异 已经有了新的进展 那还等什么 赶快播放 医生 医生 周老师 当年要不是我 也不会让你女儿 对你产生 这么大的误会 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 解开误会 木秋 这段视频 可能对你造成心理伤害 我带着提醒你 你可以选择回避 我曾亲眼目睹 他杀害妈妈的惨状 九死一生 才能活到这么大 郑老师 不用考虑我 我早就准备好了 拦住他 拦住他 快 拦住他 上 跑完 跑完 你这跑呀 陈伟已经完了 你还在干什么 在北京市还了 历史还没算清呢 你看看 李燕写的 白纸黑色 清清楚楚 李燕已经死了 要历史 你们找姚姚去 静就不及吃法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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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休息他 哈哈哈哈 哈哈 笨老线啊 别动 干动 上 兄弟啊 别 别 别冲动 我就是来 要的钱 你要是没钱 我给你宽宴几天 三点 再给我三点 三点 爸爸 帮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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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去 好 手心用 是条案子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规矩 没人比你更肿吗 喂 宇敦 放高利贷是违法的 换钱还给他 警察来了 扰不了你们 你还清楚了 大哥 钱的纸 臭小子 敢耍我 兄弟们 我告诉他 走 快走 那你 你在这儿就会给我切乱 快走 报警 想不跑 别跑 警察来了 快跑 这么说 周前进 将女儿 关在家中 就是为了和 李校长一直可以保持距离 甚至不惜用冷漠的态度 对待他人 就是为了保护他人 不受威胁 周前进 能够包容他的妻子 受到诚信 和婚姻的背叛 他能够保护 他年幼无知 误会他的女儿 甚至可以善待 不明真相无辜的李校长 他把所有的压力 全扛在自己的肩上 像周前进这样的男人 是真男人啊 怪不得他们周家大门 又加了一道防盗门 还给周博士办理个退学 荒谬 简直荒谬的可笑 这就是周前进的伪善 如果他真的要保护我 他为什么要杀害我的妈妈 没错 什么都可以伪装 唯独李艾娜斯 是板上钉钉的事 即便周前进 他良心发现 但无论如何 也改变不了 他是杀人的凶手 可是 李艾娜斯 到现在没有一个 终究的定论 那段记忆 到底破译了没有 好的 明白 刚刚的消息 关于李艾娜斯 已经成功破译 你要公布 在你一念之间 你要想清楚 我想清楚 没有比任何时候更清楚 开始播放吧 我要亲手将周前进 这个杀人犯 送进监狱 周前进 你崩了 崩的是你 我早就跟你说了 孟秋是我的孩子 你还找他们来干什么 你不是说那女娃 就你一个亲 二姐 这是胡闹 二哥 你听给我说 不是这样的 你笑一遍 我告诉你啊 要不是看到女娃 长得不错 都得画画 谁给你钱呢 好啊 既然交不出孩子 那就还钱 没错 还钱 大哥 大姐 你们看看我现在 活不了几天了 我真的一分钱 都拿不出来 跟我们做给钱 还卖东西的商量 也不出于打掌 听我们是谁 周前进 你说句话呀 要不是你这个穷光蛋 拿不出钱来 我怎么会沦落到 卖女儿这种地步呀 大哥 你看 我女儿去跟我男友 一会儿就会 等她回来 你们把她带走 简直该死 简直该死 怎么又黑皮 这皮黑的真是实话 这个周前进 这皮运气不是一般的好 来 又有了 李燕 李燕 醒醒 李燕 李燕 妈 管我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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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最关键的画面都是 但是可以基本断定 周前进 就是杀害李燕的凶手 周前进这个恶魔 逍遥法院这么多年 今天 一定要在生之以防 对 生之以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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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冷静一点 没有关键的证据 是进拿不了周前进的 那怎么办 难道任由周前进这个 杀害妻子 虐待女儿的恶魔 继续消养法外吗 但是这对李燕和周博士来说 太不公平了呀 由于首次发布 基于提取 适用人周前进 身体不佳 记忆画面呢 又出现断断续续的情况 也实属正常 不过后台的工作人员 正在努力破译 孟秋 最多半个小时 一定提取到周前进的 最重要的犯罪证据 这个人 就是整件事情的目击者 只要能找到他 一样能作证 将周前进监狱 立刻找人 是 张老师 太好了 你终于醒过来了 傻孩子 哭什么 人呐 早晚都有这么一钱的 那也不能是现在 您知道吗 在您昏迷的这段日子里 您的女儿周沐秋 正在全国直播定您的罪 可是明明您是清白的 我知道您是为我包不平啊 可我一个将死之人 要清白有什么用呢 但 她梦秋 她的人生在刚刚开始啊 她那么优秀 又那么腰强 绝不会允许自己出错的 小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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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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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答应我一件事 老师 有什么事 等身体好起来再说 我的身体啊 好不起来了 答应我 这是我的医院 好 我答应你 周阿姨 你还记得我吗 当然记得了 你是梦秋啊 是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 护理过无数的病患 但唯独梦秋母女 最令我印象深刻 梦秋的妈妈李一二 是我认知第一年护理的 第一个癌症病人 肺癌晚期 当时身边 只有一个小女儿 忙前忙后的照顾 感动了整个客室 可惜 天不遂人缘 梦秋的妈妈 还是走了 周阿姨 那些事情 都已经过去了 我这次请您来 是想请您帮我一个忙 从画面读取记忆中 可以看得到 当年您是整件事情的 目击者 您仔细看一看 这屏幕上的人 是不是当年 杀害我妈妈的凶手 应该不是他 怎么可能 这不是他还有谁呀 钟护士 你可不能包皮杀人犯呢 钟护士 我想有必要跟你解释一下 这一天的日子 并非普通的审讯 是全球直播 你在一言一行 都会被全世界知晓 你好好想一想 当年的真凶 到底是谁 李依儿 是死于意外啊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连护士都站出来 为老师作证 而周母秋 身为老师的女儿 居然对老师 有这么大的恶意 真是荒唐 加速 我要尽快赶到直播现场 完成老师的遗愿 我呢 钟护士 你确定吗 你是不是记错了呀 不可能 当年李燕的死 令整个科室印象深刻 是我亲手抄写的死亡答案 绝不会记错 好的 情况我都了解了 谢谢你钟护士 郑老师 他可是杀害李燕的真凶啊 大家都冷静一下 无论出于对职业操守的坚持 还是对人性的坚守 我都相信 钟护士他没有说假话 所以 唯一说得通的就是 周前进他蒙蔽了我们所有人 那还是不能继续抓捕周前进吗 李燕死得那么惨 周前进多活一秒 都是在犯罪 我比任何人都怨恨周前进 更希望将他绳之以法 可是我们没有证据 我们不能违法拘捕周前进 没错 周博士说得对 周前进目无王法 为所欲为 但是我们有任性 我们不能像他一样 胡作非为啊 周总 后台已冲将黑屏画面 抛逸 立刻播放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了 赶快修复 不用修复了 怎么用你这个骗子 蹭流量博眼球的事啊 以后少干点啊 干多了 没什么好下场 你到底要干什么 看了这份文件 你就知道了 这就是你们这只想要的 周前进的犯罪证据 这是 他的认罪书 这就是你们口中的杀人罪犯 周前进 亲笔写的 认罪书 请核对 这的确是 周前进的亲笔自尽 也就是说 这完全可以 定罪周前进的杀人证据 太好了 周前进毫无人性 杀去虐你 想到十几年 现在终于可以将他生这一法 对 不枉周博士 忍辱负重这么多年 李子辉 李子辉 对正义 等等 你之前口口声声 为周前进辩判 现在终于心甘情愿拿了这张证罪书 开始了 一眼究竟是怎么死的 滚 滚 药 妈妈的药呢 找到了 妈妈妈 药找到了 滚 滚 火烫 不 李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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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dom 李晏 妈 吃药就好啦 快来 快去找医生 咦 哀 嘭 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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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然让我ğl load 不知道病人有过敏史吗 会出人命的 找到了 我的意愿就是 永远 不要让孟秋知道真相 让他继续 忽悔我 其实 恨我 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快停下 你在干什么 谁给你的权力 动尽体迹的工具 他不是个疯子 把他赶出去 赶出去 来来 把这位女士赶出去 不行 老师的遗愿还未完成 我不能走 等一下 张女士 我刚才还在 治愿你的前后变化 你又是为周前进 辩白 又是拿了这张认罪书 这不是在打你自己的脸吗 直到你刚刚 暂停我们读取记忆 我才意识到 你最终的目的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这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目的 你以为你的计划天衣无缝 但是你无论如何都骗不过我 因为 我认得你 武 doğ 快吃饭吧 因为 你就是我父亲 周前进的学生 你以为你拿一张认罪书 帮我定了周前进的罪 可实际上 你就是不想让观众 看到周前进的罪行 想保留他最后一丝掩灭 没错 我是周老师的学生 作为他的学生 受过他的恩惠 我这样做没有错吧 人都快死了才想起了机械 你怎么不想想 周前进年轻的时候 对他们母女都做了什么 够 你的目的我已经很清楚了 你放心 等周前进偿还了这一切死了之后 我会给他买一块好的目的 现在立刻提取最关键的证据 快停下 你们不可以这样做 快点停下来 各位 记忆读取后台 出现了大波的国外黑客入籍 导致电脑中毒 后台正在维修 还有一件事情我要拜托你 万一他们不认我手中这份日罪书 坚持记忆提取 你一定要帮我了断所有后事 你放心 董总 我一定会办好的 赶紧维修 半个小时内 我要见到提取的记忆 周母秋 你到底凭什么这么憎恨你的父亲 你从未经历过我所经历的痛苦 你从未感受过我所经历的绝望 你凭什么在这里指责我 周千金 你为什么给我报国外的大学 你还有没有人性 孟秋 你就是跟爸爸疯了态度 你没经过我的同意就改我的志愿 你算一个爸爸吗 我这是为你好 你还小 为我好 为我好就是不经过我的同意 篡改我的高考志愿 为我好 就是把我一个人扔在国外 周千金 害了我妈妈 你现在又想害了我 根本就不配做我一个父亲 你 你打呀 周千金 他从未尊重过我 从未给过我父爱 你知道我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吗 周千金 他就是个控制狂啊 要不是周博士自己争气 恐怕早就回不来了 如果我的父亲对我这样 我又比周博士更加憎恨他 莫秋啊 这些年 真是不容易 没事 都过去了 周孟秋 你言之凿凿控诉他不爱你 不为你考虑 那他如果真的不为你考虑 为什么放着国内免费的公立大学不上 每年凑钱都要让你上国外的私立大学 我上学的学费 都是我自己赚的奖学金 什么时候让他给我拿过钱 你那点奖学金 连学费的零头都算不上 你真的太虔诚 周老师 你怎么了 我没事 学长 我有点不舒服 麻烦你替我去趟银行 把梦秋的学费交上 这么多钱 周老师 今天股市环境崩盘 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这你就别管了 少什么都不能少梦秋的学费 他是个好孩子 不能耽误他 您真是个好爸爸 但梦秋就全部都不知道 要不您还是告诉他事实真相吧 梦秋小时候因为绘画成名沸沸扬扬 即便成绩再好 国内的大学都不肯承担 云论接收他 您费了多大的功夫 拖了多少人 才办妥他出国留学这件事啊 他马上要上学了 这孩子 四孙心强 不能让他有心理负担 不可能 那怎么可能 你胡说什么 这怎么可能 你胡说什么 我有什么理由骗你 你好好看看 这些收续 是你留学那几年所有的开销 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给过我这么多钱 之前股市建好 周老师总算生了客气 可当初你留学所花的每一分钱 交的每一分学费 都是周老师辛辛苦苦赚的血汗钱 什么 我马上回医院 就算他做过一些对不起你的事情 但他是你的父亲 这个事实怎么也不会改变 现在他已经病入口黄 不要刻意 你好想想吧 电脑病毒已经轻易干净 电脑病毒已经轻易干净 孟秋 只要你一句话 就能水判杀人犯周浅进 都是谎子 就算他给我交了学费又怎么样 还是残忍地杀害我的母亲 将我错学惯在家里 他给我的关系都不如你笑着 我所经历的痛苦 都是我亲眼所见 都是我亲身体会 是你借的意见 都永远无法自败 立刻提起记忆 等一下 林校长 您怎么来了 您放心 我父亲之前对你造成的伤害 我今天都会一一揭露 不说 前进从来没有对我有过任何伤害 校长 你在说什么呀 那一次 我马上高考 你好心过来给我送学习资料 却被他给打了 那是我亲眼所见 走开 校长 张姐姐 你干什么 要不是及时护住了您 恐怕 您就和我妈妈一样 惨糟蹋的毒手啊 孟秋啊 你错了 其实啊 那天他不是故意退的我 而是 你怎么了 怎么会这样 我算你去医院吧 他那种人 怎么可能为了保护你而退开你 孟秋啊 你对你爸爸偏见太大了 你爸爸 他就是嘴笨 其实啊 他是个好人呢 那天喝酒啊 其实他是用啤酒瓶底做了这个 那年你高考 他知道自己帮不了你什么 别人的家长都穿旗袍 他就做了这个 一露绿灯 为了你有个好的成绩 可惜啊 为了我 你们爷俩大吵一架 这个戒指 就没有给你 今天 把他交给你 希望你对你爸爸 有一个改观 喂 什么 好好 我马上就去 马上就去 孩子 好好保管吧 又是一位好父亲 又怎么会残忍杀害他的妻子 现在 立刻提取机 您这是你校长吧 就这样了 你在电话里说 钱面千万不好 到底怎么了 张老师 到底是肺癌 是 肺癌 怪不得 怪不得他老是科学 他还骗我说 他是气管的毛病 我知道你有钱 你是好人 你得救救他 我比任何人都想救他 可是张老师 现在已经到了晚期 已经没有合理 那怎么办 不能眼睁睁的看似死啊 当初诊断出来的时候 医生说 周老师的这种情况 活不过一年 但是周老师为了梦秋 硬是挺过了十几年 这些年 周老师过得太辛苦了 其实现在 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李校长 其实今天我叫您来 是有件事想拜托您 不是说要揭露周浅进的罪行吗 怎么是这段记忆 是啊 丽莎教授 莫秋 你记得记忆里的女生 丽莎教授 是当初周浅进把我送出国后 我在国外遇到的第一个柜人 可以说 没有丽莎教授 就没有今天的我们 只是我没想到 她既然跟周浅进见过面 也许 是她主动去找周浅进 会把我的学习请拜托 既然如此 我们看完这段记忆 也无妨 教授 最近是什么样的人 值得您在这里等候两个半小时 再等下去 您的航班就要赶不上了 赶不上就改签 这么简单的事 还用我教你吗 我见他比参加十个科研会都重要 丽丝周 终于见到您了 上次我们在Facebook上 探讨了生物起源 我对您的说法非常感兴趣 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 我们一起再讨论一下 好 It's amazing Mr.周 您的想法真是太令我意外了 您这样的天才 怎么会是一个普通人呢 我要拜您为师 过奖 过奖 只是 横小看了他们的新的科研成果 看了他们的论文罢了 对吧 这次来是有仪式相求 您说 这个女孩的成绩很优异啊 您是想让我当她的老师 可是您完全有能力自己带啊 我 我没有时间 这是我女儿 如果您愿意答应我这个请求 哪有什么巧合的水道局 不过是有人在背后 默默地付出 默默地铺路罢了 孟秋 这件事 你一点不知情吗 我从来都不知情 我不知道 莉莎教授 竟然和我爸爸还认识 可不知道我爸爸在我背后 铺的这条路 他明明 周博士 好消息 我们在医院的大化间里 发现了画面中 周全静用来上院的铁架 上面有血迹 那还等什么 赶快送检呢 本来以为时间久了 找不到证据 没想到这个证据 竟然在灾祸间放着 事实上一来 即使时间久了 这个DNA也不会遭到破坏 去 赶快送检 只要在这个数页架上 检测到李燕的DNA 那将成为周潜进的 定罪铁证 妈 你再听永灵看到了吗 女儿终于 可以为你报仇许翰 可是她确实就见了 李萨教授 也为周博士 铺了路啊 刚刚我确实有那么一瞬间 动摇过 以为 她是因为我才去见了 李萨教授 可后来联系种种 我才反应过来 她只是把我当作她赚钱的工具 当年 周潜进她身无分文 连医药费学费都掏不起 可自从我去了国外 我参加了许多科研比赛 赚起了许多奖学金 我们家才从一个桶子楼 搬到了别墅去 她才有钱潇洒肚持 周博士好厉害呀 我以前跟她一样上大学的时候 只知道玩手机买衣服 没想到 她竟然已经开始养灾虎口了 照这样一对比 这个周潜进呢 简直就不是个人 这个周潜进 她没有丝毫的责任感 她身上充满着谎言 暴力 冷漠 她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 她是要充满着谎言 暴力 冷漠 她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 不 不是这样的 孟秋怎么还这么一步 这么误会前面 周孟秋对周老师的误会 更新地步 根本不是一个戒指 就能改善的 不过 这也是周老师希望看到的 什么 我的意愿就是 永远 不要让孟秋知道真相 让她其实 误会我 其实 恨我 周老师 您这是何必呢 您保护了周孟秋一辈子 瞒了她一辈子 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敢告诉她真相 孟秋这孩子 她的脾气和我一样 如果让她知道真相了 恐怕她的后半辈子 都要哄到我一痕当中 我已经没几天糊涂了 她还那么年轻 我不能 我不能 爱她 好孩子 爸爸以后 会在天上 保护你的 现在你明白了吧 所以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周孟秋知道真相 这是周老师规划的遗产分割 您和孟秋各占一半 不过周老师说了 现在都得放在您那儿 作为周孟秋的保险金 以防万一她出现意外 太狠心了 不告诉孟秋 为什么告诉我 我情愿她是一个坏蛋 我恨死她了 结果出来了 怎么样 经检查 上面的血迹 不是你母亲的 怎么可能不是李燕的 不可能 一定是你们搞错了 一定是你们搞错了 不会的 我们找了三家公立的医院 然而是三家的医院 结果都是一致的 不是李燕的 不是李燕 那会是谁 是 是画面中 那对买家夫妻的 也就是说 周前进根本就没有对李燕动手 难道李燕的死 跟周前进 没有关系 不可能 周前进对我妈妈下手很多 她又怎么会替我妈妈 赶走买家夫妻 而且 说过不是她害了我妈妈 那我妈妈是怎么死的 恐怕这一切的真相 只能通过记忆读取 来揭露了 立刻提取最关键的记忆 啊 什么 发生什么事了 什么标签 周博士 您的父亲周前进 刚刚 过世 什么 你胡说什么 他住在最好的医院 用着最尖尖的仪器 他怎么可能会突然过世 你胡说什么 周博士 这么大的事情 我怎么敢胡说啊 你要是不信的话 你可以自己打电话回去问问 周前进的记忆 时有时无 原来 已经有平微的迹象 那规定 这个时候 不能做记忆读取 这个项目的 莫秋 你怎么能明知过犯呢 我并不知情 不过我有补救的办法 当时发布记忆读取 这项技术的时候 另一项 通过DNA 技术提取的技术 已经成功培育出来了 虽然周前进他死了 我只要搬一根头发 也能真相大白 孟秋 你怎么才来 打了好几个电话给你 你就是不接 你爸零中前 现在取他的头发 用作提取记忆的DNA 你别干什么 他都已经死了 死对于他来说 那是解脱了 可我呢 我付出的日日夜夜 还有我妈妈的死 谁来跟我们交代 动手 不要 张木桥 他已经认罪了 我不管你要什么交代 你也不能拿一个死去 开玩笑 你觉得你有什么资格 来跟我们谈调情 我才是他的女儿 我才是他的监护人 就算他死 他对曾经 也归我我 陈依 周孟秋 你会后悔的 李校长 你鬼迷心窍 我不与你心情 厅长 您在这里收贺周老师 我一定要阻止 周孟秋的所作所为 记忆提取已准备就绪 开始提取 不行 张木桥 你绝不能提取记忆 真是可笑 周前进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 让你这样维护他 你这样维护他 就是因为没见过他最凶狠的样子 今天 我就让你看看 他是怎么杀害我的母亲 到时候我不相信 你还会说出他无辜的这种话 开始提取 不要 爷 爷 爷 怎么样 爷 妈 吃药就好了 快 继继绩 别 别 pé 难道 我妈是吃顾敏药才死的 可那是医生开的处方药 周前进并没有对李燕动过手 所以 说血架上的那个血 并不是李燕的 这也说的不吗 不对 可是那个药 为什么会对李燕过敏呢 难道 舍周前进在里面放了药 继续看 不要 不要进去 都是做父亲的 你的意思我明白 就算你不说 我们也不可能 把孩子拿脱药的事情给他说 亲手害了自己的母亲 这实在是太扯动了 不知道病人有过敏史吗 会出人命的 找到了 妈 吃药就好了 吃药 吃药 吃药的 吃药 吃药 这先 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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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所以 这整个悲剧 都是我一手造成的 是我杀了我的妈妈 我喝了十四年的山姆仇人 竟然是我自己 天啊 怎么会这样 原来我们一直冤枉了她 她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 自己承担了这一切的罪责呀 怪不得 怪不得这么些年周博士直奔她 恨她 哪怕误会她她都不说出事情 原来 原来这才是事情的真相啊 她根本不是什么杀人犯 她这种人 就是一个真正的父亲 一个顶天丽丽的好人 为什么 为什么要瞒着我 为什么现在要告诉我 为什么 因为周老师知道你无法承受 所以揽下一切自己承担 可是你呢 你连她的事情都不管不管 你根本不配做她的女儿 不是的 我没有不管她的一点 我只是 我没想到会这样 对不起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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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你 滚 你 你 好孩子 爸爸以后 会在天上保护你的 爸爸 我要去找我爸爸 爸 爸 你醒醒 你醒醒 为什么 为什么你就是不敢告诉我真相 你为什么呀 你为什么还不等我向你一声 爸你就走了 你醒过来啊 爸 爸 爸 节日快乐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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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是去想你 因为我初中情产自我专利 我一定会把这份 永远放置信